你家也不在着 你父母又远 他就把我当成亲妈妈一样 我把他当成亲女儿一样对待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飞 最近几期视频 我发现大家对我们家里一家人的 生活相处方式 产生了很多质疑 其实呢 我从小 爸爸妈妈跟我的教育 就是说我们一家人 包括我们我小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爸妈妈就是 想教育我的方式 就是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像朋友一样 就是跟朋友一样 家里人从来也不说什么谢谢 不说什么非常客道的话 但是相处起来 非常的融洽 从小到大 我都跟我爸爸哥们相成 我一回家的时候 我跟我爸叫那个 我叫我爸啥 老赵 我叫我爸老赵 热娘都震惊了 廖 爷爷叫什么 你看廖都知道 所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一种很随和 像朋友一样的生活方式 热娘我记得刚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由于他刚来到中国 一切都不很熟悉 然后一下就到我们家来生活 一生活生活了一个多月 当时我爸爸就是看到了 热娘就是说 生活起来就是不是很自然 干点什么 我妈拿杯水 谢谢 谢谢 就这么很客气 很客气 我爸就特意把热娘叫到了他的身边 然后找我当翻译 然后说我们家的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朋友相成 没有家里那么多规矩 那么多死板的规矩 其实我爸从小教育我的方式 其实有点像西方的教育 很像西方的教育 朋友相称 然后我干点家务了 给我零零钱都是这么解算 所以说 我爸爸就是说 怕热娘在中国生活不习惯 然后也是跟热娘说 在跟家里人怎么相处 其实慢慢的 热娘已经习惯了 我们家里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一家人 就是以朋友的角度相互来对待 其实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没必要拿一件事 拿一个视频过来解释这个东西 因为每一个家庭 有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 对不对 每一个家庭 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 然后我遭到了很多质疑 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毕竟将近200万的粉丝 是不是 你播放量一大了 有黑粉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没必要拿一个视频来解释 但是 因为最近几期视频 把妈妈看到了 就是感觉替热娘打抱不平 然后就是想让我们出这期视频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之间真的是 包括什么那些礼仪了 什么创碑了 什么东西的 我们之间完全不讲 但是我们一家人生活非常非常的和谐 热娘也是在中国感受到了 这个非常和谐的家庭气氛 对不对 喜不喜欢 对非常非常喜欢 包括我妈妈是一个不爱上镜的人 对呀 哪有这么多的事 我妈妈就是一个特别不爱上镜的人 今天我妈说一定要上视频里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可想而知 妈妈对这个儿媳妇多疼爱 不想让大家误会热娘 听听妈妈怎么说 你看我妈就不愿意出镜 紧张 但是还是想说 你说吧 儿媳妇跟妈妈都在 你说吧 给你个出镜的机会 下次尽量不录你 说吧 一家人在一起 没有那么多说到 还有讲究 我把热娘就当做多了一个女儿 那么对面 对方从来 我妈一直欣赏她的 就是我妈不愿意出镜 就是说很害羞 但是跟热鸭 真的是眼泪都在眼块里 特别喜欢热鸭 真的是 也有人说热鸭不好 眼泪在眼块里打转 挺好 热鸭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大家希望能多多鼓励热鸭 让热鸭很快的适应到中国的环境中 对 我妈真是不愿意出镜 真是今天是强忍着泪水 给你解释一下 可是可笑而知多疼你 奶奶现在又领着泪澳出去溜达起了 对溜达起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家准备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过一阵要去哪个人家 去海南岛 因为西瓜普类的还记得吗 西瓜普类的线下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11月20号 我们这两天非常非常的忙 要准备一些东西 因为这边疫情 然后到处都疯到 我们买票买的都非常辛苦 然后因为去海南岛是所有东北人 包括俄罗斯人的梦想 对不对 对 我妈也特别想去海南 是不是 我妈也特别想去海南 对 然后我们这次就是领着妈妈 领着小刘 领着人家 我们尽量早点走 去海南 我们那边有朋友给我们租好了这个房子 万宁 然后参加这个西瓜普类的线下活动 然后我们一家人打算正好情网岛这边也冷了 我们打算在这个海南万宁多住一段时间 万宁住一段时间 然后去三亚住一段时间 在那边过年一家人 爸爸现在还在那个老赵还在哪 老赵 老赵上班啊 老赵上班 他得过年有年假的 过年的时候放假的时候 然后去三亚跟我们会合 我们今年在这个海南岛就过年了 我们你看箱子箱子在这呢 箱子在这呢 雷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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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叫什么 老赵 老赵 然后爷爷在哪呢 爷爷回家 爷爷回家 爷爷回家干什么去了 上班 上班 对 对 马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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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雷奥都知道爷爷叫老赵 然后我爸一听到雷奥叫老赵特别开心 对 就是一家人完全 我们一家人真的完全像朋友一样住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说 这个这个挑这个说酒啦什么的 就天天的 其实我感觉不幸福的家庭 才会每天非常非常的客气 就是像陌生人一样 我们家里有爸爸妈妈就说 家里人对那么客气 那不像一家人 所以说人家现在已经渐渐的融入到中国了 非常非常好 然后啊 海南岛 海南岛 海南岛啊 我去海南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去游泳 我要减肥 游泳 我减肥 减肥 八户姐 大家看我这个脸啊 已经胖得像土豆一样了 我就是我 有史以来的胖的这种巅峰了 我妈的伙食太好了 会不会她已经胖了二斤 我去海南岛要减肥了 大家等着我 我现在都不想出镜了 其实啊 就因为太胖了 脸其实太胖了 我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 去海南岛我要减肥了 然后这两天啊 真的是太忙太忙了 好多事情要做 所以说视频更新的会比较慢啊 今天这个视频是妈妈强烈要求我们 来这个加更的 就是妈妈太欣赏热娘了 被热娘打抱不平啊 其实我们真的是无所谓啊 已经习惯了 你从事自媒体 你一百多万粉丝 不可能没有黑粉 对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妈妈不习惯 所以说妈妈就是特意 今天来解释一下 那么不愿意出镜的人 哎呀非常不好意思 然后说了这么几句 真的是妈妈的真情实感 我刚才看到妈妈已经快流泪了 哎呀怎么样 中国好不好 爸妈妈像自己亲妈妈 对 然后等一下等着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 没准就是海南岛电了 希望我们一切顺利 因为这个 这个疫情太大了事 太大了事了 我们现在头都大了 买票了 我们买了两回票 票都 取消了 其实第三次订票了 很多事情要做 那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 拜拜 拜拜 看雷奥在干什么呢 哎呦 看到没有 雷奥 拉爸爸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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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这儿 我看了 还与老师 我看啊 啊 哈哈